大家好,我是大雄 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扎布鲁的库班方向争夺非常激烈 乌军为了拿下俄军的罗伯基涅据点 先后进行了多次潮水般的冲锋 乌克兰的突击群一度攻入罗伯基涅据点内部 将俄军全部赶到了南边 眼看就要完全拿下整个据点 然而,在俄军远程火力的打击下 乌军进攻部队后劲不足 一开始没能守住战果 还是退回了据点以北的库班地区 随后乌军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冲锋 冲散了俄军在罗伯基涅南部的房间 彻底的控制了罗伯基涅据点 有分析认为 乌军千辛万苦拿下这处据点 已经是一个巨大胜利了 短期内乌军将不会再有大动作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就在近日 俄军侦查无人机的红外摄像头 又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 大量的乌军装甲车和坦克 正在从扎布尔尔北方向库班地区集结 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声称 在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市郊 数百列火车装满军火 正在向扎布尔尔前线挺进 其中多数已经抵达战区前线 与此同时大约6万的乌韩军队的最后精锐 正在库班方向进行全面动员 据初步估算 至少有83辆乌军装甲武器编队行进 这是乌军近期在罗布吉涅据点附近 最大的规模的军事活动之一 根据乌军的部队编制来推算 乌军满边机械化银 由三个机械化营组成 以每个营十辆步兵战车看 一共有30辆步兵战车 此外 装甲铝还会有一个铝直属的坦克营 因为坦克成员少 一个营满边会有30辆坦克和12门火炮 算上一些辅助的车辆 80辆车并不算多 乌军这80多辆装甲车和坦克的规模 来推断的 这实际上就是一支正在行进的 满边机械化加强旅的配置 像这样豪华配置的部队 在乌韩战场上并不多见 由于乌军没有制空权 在作战中 大量装甲车辆容易 被俄军柳叶刀巡飞弹 火炮等机毁 几乎没有部队可以满边 即使是作为预备队的乌军 第82空中突击旅 也出现了还没上战场 就遭遇俄军远程击杀 重装备损失不小 当时俄军的卡五二使用短号导弹 接连摧毁了多辆乌军装甲车 其中就包括了第82空突旅的车组 这次的损失是该旅首次遭遇人员伤亡 但以目前的战场形势看 乌军地面部队还会遭遇更严重的损失 此前有消息称 乌军为了罗伯基涅据点附近的作战 已经将扎布罗热战线的总预备队 仅存的最后四个旅全部派到前线 这次乌军将如此数量的装甲车 聚集在库班地区 显然是想要利用此前夺取的罗伯基涅据点 继续在这条战线上获得突破 为了不惊动俄军 乌军这次集结还特意的选择了夜间进行 但还是被俄军无人机发现 尽管乌军这次看似气势汹汹 但没有制空权的乌军装甲突击队 无法在罗伯基涅占到任何的优势 此前俄军仅仅依靠K-52 就多次重创了乌军装甲部队 除了这些空中优势力量 俄方还在这一区域 也部署了大量的反坦克反装甲手段 俄罗斯士兵一边用布雷车 将前线的平地洒满地雷 一边修筑起反坦克 嵌豪龙牙混凝土路障等 坐等乌军装甲车进入雷区 俄军在乌军一次次的装甲冲锋中 甚至搜索了一套新的战法 当乌军装甲车队利用扫雷设备进入雷区后 俄军立即对乌军的退路远程二次布雷 导致乌坎战车困在了雷阵 进退两难 乌军近期已经吃了好几次这种战术的亏 而这次乌军仍然调集了重装部队前往罗伯吉尼 或许是已经有了应对俄军的新战法 否则很可能再次陷入地雷泥潭 实际上 现在乌军的大劫 只是在广阔的战线上探入一个小缝隙 在这一区域堵上乌军所有部队后 很容易被俄军包饺子 目前在罗伯吉尼以东 俄军第56空图团已经集结完毕 东南方向则是俄军的特种作战预备队 第一、三、十一、十四分队 在罗伯吉尼南部 俄军的第70、201、210、1430摩布团 第810海布驴等部队已经到位 全都等着乌军主力进入口袋 而在罗伯吉尼以西的科帕尼据点 甚至还有一支车臣武装的 阿赫马特东方特种部队 可随时侧应俄军主力 俄军已经做好准备 要对这些乌军来个瓮中捉鳖 考虑到乌军还在使用传统的装甲冲锋战术 这种进攻恐怕胜算不大 根据乌克兰官方消息称 乌军成功的摧毁俄军一套S-400远程防空系统 要知道S-400防空系统 可是俄军防空部队麾下的王牌产品 因其优异的拦截导弹能力 被俄军方称为最先进的远程防空系统 克里米亚大桥就主要是靠S-400来保护 才在俄乌战争中没有被摧毁 S-400防空系统浮以来 这是首次被摧毁 没想到竟然是乌军破了金身 可预见的是乌军很有可能 会加大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攻击力度 这对于俄军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不仅如此 乌克兰还悄悄的组织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开展了针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通告 在乌海军舰船的掩护下 乌特种部队乘6艘快艇 从克里米亚西端的两个地点成功登陆后 乌特种部队袭击了奥利尼弗卡和马亚克附近的一个军营 乌克兰国防部队外宣称毫无伤亡 对敌军造成了人员伤亡 并摧毁了军事装备 并且还放出了一段视频 乌克兰国旗在克里米亚漂洋 挑衅莫斯科的意味十分明显了 此次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功的登岛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自2014年 俄军彻底控制克里米亚后 乌军首次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意义十分的重大 这不仅表明了乌克兰绝不放弃夺回克里米亚的决心 而且还极大的鼓舞了乌军的士气 说明俄军的防线并非坚不可摧 乌军仍有胜利的希望 乌军的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正值乌克兰独立日 对于乌克兰来说 可真是喜事连连 拿下S-400的首杀 成功的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普里格人身亡 瓦格纳指挥官惨遭团灭 泽伦斯基半夜都要笑醒了 那么乌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跟扎如日内暗示反攻突破近在咫尺 这两个消息结合起来看 这就给人一种乌军的势头仿佛有上来的感觉 一方面在前线 针对俄军的铁桶防线 主动做出战略上的调整 又抽掉了人手深入俄军后方 在克里米亚半岛升旗宣誓主权 又多次派出无人机 深入俄罗斯境内袭扰 可以说是多面出击 俄罗斯国防部前不久还发布了消息称 乌克兰一度打算使用S-200防空系统导弹 攻击俄罗斯领土 但是企图被俄军挫败 乍一看是乌克兰吃亏 但换个角度来看 这其实也是乌克兰在取回冲突主动权的一种尝试 毕竟自家的重要目标 老是被俄罗斯导弹轰炸 自己也该有所回应 乌克兰这样的表现越来越主动 俄罗斯如果不能有效应对 那么在外界来看颓势就可能比过去要明显一点 普里格兰这档的事目前还不知道会对俄乌冲突产生多大影响 整体上俄乌冲突的正面战场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在稳定的状态 但这种状态看起来已经有被打回的可能 好了 祝愿乌克兰早日取得胜利 大兄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